很多人只相信自己亲自感觉到的事物, 例如,必须亲眼见过、亲耳听过才会相信。 但是,各位知不知道,其实自己的六根、眼、耳、鼻、舌、身、意 都是不可靠的呢?能力有限的呢? 很多时,单凭感觉去认知事物,会产生见解上的错误和偏差。 就以眼作为一个例子,人的肉眼所见到的事物,不过是很合窄。 宇宙有很多不同的波光,有红内线 , 紫外线 , X-ray , X-ray , 肉眼是见不到红内线 ,紫外线 , X-ray 的波光度的。 非鹰可以在空中, 遠距离见到列物, 被人类的肉眼精細十几倍。 再以听觉为例, 人只能听到的声波频率是二十至二万含尺。 二万以上的频率是超声波, 人的耳朵是无法听到的。 但蝴蝶就可以听到三千至十五万的声波频率。 禽可以听到一百五十至十五万的声波频率。 而狗可以听到十五至五万的声波频率。 即是说,世间有很多声音, 人的耳朵是无法听得到的。 有很多事物,人的肉眼是看不到的。 如果你只相信自己亲眼见过的东西, 亲耳听过的东西, 那么你看不到, 听不到的, 就是不是完全不承认它的存在呢? 凡相信一件事物, 不能单靠感觉的, 要从多方面去思维分析的。 根据佛教恩明学, 或近代逻辑学, 凡人要认知事物的真偽, 存在或不存在, 基本是要运用三条途径的。 第一,感觉知识, 即是我们的感官系统。 第二,推理知识, 即是根据与事实相关联的现象, 而对它下判断。 例如,在地下挖出陶瓷的食具, 而知道曾经有人类住过。 又例如,此山有烟, 而断定此山有火。 第三,人类历来圣言所说的言教, 例如释迦牟尼佛, 孔子、老子、孟子等等, 类似一切可相信的前人, 所遗留下来的文字言语。 从正理的角度来说, 每一个理论当然有正确, 亦有错误的可能。 但是,如果我们适当地 运用感觉知识、推理知识 和圣教知识去判断, 准确性是比较高的。 千万不要单凭感觉, 即是单凭自己的眼耳鼻舌身, 去判断事物的正理。 如果我们未见过的事物, 未听过的事物, 未必一定不存在。 换句话来说, 你未见过鬼神, 不可以说没有鬼神存在。 你没有见过西方纪录世界, 亦不可以说没有西方纪录世界的存在。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